到若是十三里共亡 一月齊十传出度規模的逃亡事件 到若文教环境虽然电池进行动 经过过多月的调查 藏案将会在台东市台报四名险亡 比较查出一倍的烦案冠枯 跟选举毒品 这四名险亡比台报后也都心情烦案 以振兴为首的四人盗墓集团 他们利用白天先到各地的坟墓 勘查地形 同时运用智慧型手机APP软体 定位精纬度之后 然后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才跑去坟墓作案 他全台湾省一共作案十个县市 最北到新北市 最南到台南市 挖掘的坟墓大概有五百余座 所得的这个金市变卖之后 将近有1500万元 大陆文教前发这间投放一团之后 管理所在粉与委员委员 今天最后马上前都大陆文教 加重高利 我们国家分局我们的心情 真的很不简单 因为这几年 大概很多县市的话 也都有同样这些犯案的纪录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破案 那我们都六分级的话 这样经过 这样真不简单 金峰调查 这些投放集团的险传都很年轻 出头的第一次的险传 获得到投放的技术后 就只有郭中东 造成犯罪集团 广告犯案 这个四人为首的犯罪集团 年龄都相当的轻了 他们从98年底开始作案 那时候只有19岁 其中是有一个正姓 正姓范贤 他是以前跟其他的盗墓集团 去学习的技术之后 然后再回来找他的国中同学 三个国中同学一起组成这个盗墓集团 本来香港不是利用科技来投放 在这里对民间的并传方式 有亲自的研究 知道什么梦才有背中品 投放的成功率相当的高 并传的习惯 最近我们没去刮 刮手机 那时候已经10年以上 以前以前的这些 刮真的 现在都刮价 所以并传是差不多10年以上的梦 因为现在这个地方要到 经过虎佑民传扫放的时候 如果发现周辺的梦地 有必当过的进行 请华京和京方联系 共同来打击 投放的不发行为 记者有名为 插王报道